你永远想象不到一个可爱的孩子 能说出多惊人的话 一位叫做克洛伊的小姑娘 画了一副很奇怪的全家服 化妆的她流着眼泪站在一旁 而她同父异母的哥哥 却和妈妈离得很近 克洛伊告诉奥姐 妈妈爱哥哥远比爱她躲 因为妈妈总是跟哥哥躲在房间里 这番话顿时让奥姐汗毛直立 就在尽早 特爱科接到了报案 老实发现克洛伊的身上有瘀青 怀疑她遭到了虐待 于是也才有了刚才的对话 经检查 五岁的小姑娘很健康 没有遭到长期虐待的迹象 小孩子嘛 磕磕碰碰很正常 女孩的爸爸是商业大痕老白 七年前 老白娶了一个艳星回家 也就是小女儿的亲生母亲 当听说儿子 可能和继母有不正当的关系 老白第一时间将特爱科 骂了个狗血淋头 不相信很正常 毕竟这实在太炸裂了 大部分时候 老白都忙着生意 很少顾及家庭 但是他真的很爱妻子和两个孩子 据调查 老白的原配妻子 在儿子七岁那年 就因为车祸去世了 三年之后 老白娶了一个更年轻的娇妻 也就是从那年开始 儿子可尔从一个乖孩子 慢慢变成了问题少年 如今可尔已经有十七岁了 按照当地的法律 跟十七岁的少年发生关系 并不犯法 也就说 警方没有任何的理由 起诉可尔的寄无 老年族找到了可尔 这个十七岁的少年 长得十分的帅气 可尔对继母赞不绝口 他说格罗利亚从十岁那年 就成了他的母亲 儿子偶尔跟妈妈同窗共振 难道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你们的思想咋就这么龌龊呢 看得出 可尔的言语间非常维护继母 说吧就找了个借口离开了 直觉告诉他们 小女孩没有撒谎 老白家非常的富裕 因此雇佣了不少佣人 女管家说 她签署了保密协议 不能谈论雇主的私生活 还说女主人格罗利亚非常的大方 总是会给自己小费 那好 你要不说实话 我们就去国税局通风报信 说你说了小费不报税 奥姐和艾叔威胁道 女管家只能承认 她确实看见过格罗利亚 亲吻过妻子卡尔 那可不是妈妈对儿子的侵法 而是法式失文 听说警方正在调查自己 格罗利亚主动带着律师找上门来 这不是大美人雪凌芬吗 难怪这么讨人喜欢了 言归正传 格罗利亚声称自己跟妻子是清白的 女儿克罗伊才五岁 正是想象力丰富 喜欢编故事的时候 至于管家说自己看到了法式失文 那是她的职业病 她曾经是个艳心码 清水都剩舌头 没有证人 没有误证 仅仅凭着小女儿的口述 确实无法控告继母 猥亵了卡尔 再说卡尔都已经17岁了 就算真的跟继母有什么 也只是道德上的问题 不算犯罪 但这对于老白可是七尺大辱 不多久 警方就接待了报案 老白跟娇妻吵起来了 原来老白正闹着跟格罗利亚分居 还想强行带走一种儿女 格罗利亚死活不同意 因为她害怕孩子被带走了 老白竟有借口 不付孩子的抚养费了 跟妻子睡觉 还对受伤的亲生女儿 不管不顾 这种女人有什么资格当母亲 老白威胁格罗利亚 再敢接近两个孩子 一定会杀了她 既然夫妻俩吵得这么凶 特海科干脆强行将小女儿 交给了儿童福利及格保护 随后他们又去学校找卡尔 却被同学告知卡尔已经提前离校了 当谈到卡尔那个风韵犹存的寂寞 同学们都露出了不怀好意的笑容 原来格罗利亚特别水性洋化 总而喜欢穿得很暴露 到处了要祭祀的同学 就在警方到处寻找卡尔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金子还闹着要离棍的老白 居然被杀死在了家里 老白死于后脑的断气击打 全身不满搏斗过的淤金 凶器是一根染血的球棍 这根球棒是在卡尔的床底下找到的 难道凶手是老白的亲生儿子 门童回忆 老白是八点钟回家的 十五分钟后 吉姆格罗利亚和卡尔 一前一后离开了公寓 就在此时 卡尔一脸疑惑的回家了 听说父亲死了 卡尔没有意思的情绪波动 反倒惯心起小妈的安全来 真的是身块叉烧都比身他好 卡尔在脸上带着伤 他说是上体育课的时候不小心摔倒 分数可不这么想 是被你的亲爹揍的吧 父亲被杀前 卡尔和吉姆都在现场 直到现在 卡尔都在拼命地维护吉姆 说什么他的吉姆可温柔了 干不出杀父的事情 不是你吉姆杀的 那就是你杀的 卡尔特意换掉了校服 难不成是因为校服上 建满了清淀的血迹 就在此时 格罗利亚带着律师救场来了 他说早些时候 自己回家收拾行李 老白上来就对着自己拉拉扯扯 卡尔为了保护自己 就跟老白打了起来 于是格罗利亚丢下 打得不可开交的父子俩 一个人去了酒店 酒店前台可以做他的时间证人 并且老白早就跟格罗利亚 签了婚前协议 老白死后 他的遗产会以信托基金的方式 留给卡尔和小克罗伊 而格罗利亚一分钱都拿不到 既然拿不到遗产 试问他有什么理由杀人 很快见证科送来了比对结果 凶器上只有卡尔一个人的指纹 真相就很明朗了 警方当即逮捕了卡尔 他在继母依依不舍的眼神中 被送上了法庭 凶器和杀人动机都有了 在辩方律师的争取下 法官同意了卡尔的保释申请 并将保释金提高到了100万美金 当然这点钱对于他来说不值一提 卡尔前脚刚被保释 特艾克后脚就带着搜查林追到了酒店 却被前台告知 吴子俩刚刚去了机场 这是想畏罪潜逃骂 一直到了深夜 吴子俩才回到了酒店 开门的那一刻 周围的空气瞬间就凝固了 画面炸裂的无法形容 各位自己看 全家人的关系比乱葬钢都要乱 原来卡尔和格罗利亚今天一大早 就去弗吉尼亚登记结婚去了 昨天还是母子 今天就成了合法的夫妻 就问你炸不炸裂 格罗利亚刚嫁给老白的时候 卡尔才10岁 这女人是有多混账 才会将养成戏玩到炉火纯青 格罗利亚坚称 她是等到卡尔17岁之后才发生了关系 当然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律师启用了配偶特权 就意味着卡尔和格罗利亚不能相互指正 警方也无从得知 是不是格罗利亚指使卡尔杀死了父亲 这对炸裂三观的夫妻很快引起了媒体的注意 一位记者关注格罗利亚有段日子了 根据他得到的小道消息 格罗利亚其实已经有三个月的生云 可卡尔上个月才刚满17周岁 如果他是孩子的父亲 就因为这两个人发生关系的时候 卡尔还没有到法定年龄 肖果子早就被格罗利亚吃得死死的 不论警方好说胆说 他就是不愿意执任记录 与未满17周岁的妻子发生关系 不论卡尔是否愿意 格罗利亚都是犯罪 于是警方强行为格罗利亚肚子里的孩子做了鉴定 结果这孩子既不是老白的 也不是卡尔的 而是来自第三个男人 就在警方疑惑之际 这倒霉基姆又出事了 他报警称自己刚刚被强奸了 警方在他的身上发现了多处暴力磋伤 还有男性小蝌蚪 这已经是围绕这家人的第三起案子了 毕竟当过艳星 基姆的演技好得不得了 说不到两句话就大把大把的掉眼泪 格罗利亚说 侵犯自己的人是他的婚外情人交叉骨 他同时也是孩子的父亲 嫁给老富翁 谈着婚外情人 又跟妻子搞床上去了 一拖三 这女人咋这么能折腾呢 于是老年组在健身房 抓住了妻母的老情人交叉骨 听说格罗利亚控告自己强奸 交叉骨震静到怀疑人生 他可爱格罗利亚了 这不是强奸 这叫真爱无敌 登记不显示 老白被杀的当晚 插骨叔确实去过案发现场 难道是强大的占有欲 令交叉骨失去理智 打死了老白 通话记录显示 就在老白被杀前的半个小时 交叉骨曾接到会通电话 这通电话来自不远处的公用电话亭 附近的商户回忆 拨打这通电话的人正是格罗利亚 为什么他记得这么清楚 因为格罗利亚是个老牌艳心嘛 他多多少少看过一些格罗利亚的作品 那么格罗利亚为什么要打电话联络新人 难道是指使他杀死自己的丈夫 DNA比对结果证实了格罗利亚体内的小蝌蚪 正是交叉骨的 当然这些小蝌蚪的尾巴是弯曲的 意味着被冷冻过 格罗利亚保留了交叉骨的小蝌蚪 然后诬赖他侵犯自己 事已至此 交叉骨愿意供出格罗利亚换取剪刑 原来格罗利亚向交叉骨哭诉 老白家暴自己 还说只要除掉老白 他们俩就能够名正言顺的在一起了 于是交叉骨一时头脑发热就把老白给杀了 没有想到格罗利亚扭头就陷害自己 想把他送进监狱 交叉骨的口供符合警方的猜想 然而仅仅凭着几句口供 还不足以逮捕格罗利亚 除非继续卡尔愿意站出来指认他 既然真凶抓到了 警方只能释放了卡尔 警方哭口婆心地告诉他 格罗利亚勾引他 只是为了父亲留给他的遗产 猜猜看交叉骨为什么用你的球棒打死了老白 是因为他们俩本来要陷害的人是你 说吧警方又拿出了亲子鉴定的报告 他怀着别人的孩子跟你结婚 杀了你的父亲 还想夺死你的财产 你还要继续保护他吗 格罗利亚已经预约了多胎手术 毕竟他快要成功了 没有必要再留下这个孩子 不想扭头就看见了刚刚被释放的卡尔 他曾欺骗卡尔孩子是他的 让卡尔死刑他地的掩护自己 本以为傻小子被自己吃得死死的 不想知道真相的卡尔瞬间清醒 他将离婚申请书塞进了小妈的手里 没有了配偶特权的保护 卡尔即将上厅指证格罗利亚 如何在自己未成年的时候 引诱他发生关系 又是如何在杀了父亲之后 教唆他掩护自己 当小妈文学照进的现实 真的是难缠又恶心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两年之后 卡尔的扮演者乔纳森·本内特 在《贱女孩》中饰演男主亚伦·塞米尔斯 不用猜也知道 长这么好看肯定有男朋友了 我是格勒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